仓鼠 仓鼠一定是一种独肌动物 因为仓鼠在野外 它大多数情况下 除了在生殖期和一个幼崽期 它会跟它的同伴或者它的父母待在一块 只要它一旦成年了 它都不会再跟同伴和家人在一块 所以说我们在饲养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 仓鼠是不可以群养的 一旦群养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自残 甚至出现群殴的一个情况 从而导致在饲养的过程中 饲养体验非常的差 仓鼠的健康也没有办法保证 仓鼠正常的一个饲养方式 就是一个单独饲养 给它一个大笼子 一个足够宽敞的空间 一个干净的饮食 干净的饮水 就已经完全足够了 它不需要更多的伙伴 如果你实在担心它比较孤独的话 那你可以另外买一只 放在另一个笼子里面 它们可以隔笼相望 这样可以达到一个老鼠不会孤单 同时又可以隔笼相望 并且也不会产生很多伤害的一个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